还有就是四号十关 五号十关 画素的 这些是锡去 锡去是专门画小锡的 一会儿我们这里要用到 这笔也是蛮好的一个字笔 另外就是画房子的 这两只都是画房子的 和点紧的 这个写字用啊 画房子都蛮好 好 就是颜色 颜色呢 我用的不多 大概就是六种颜色 其中藤黄用的是最多的 最主要的藤黄 胭脂色 也是蛮关键的一种颜色 使画面上 它可以调整整个画面的 三绿 用的 太秦蓝 太秦蓝这个 因为我一般不用花青色 用太秦蓝 它那个 用太秦蓝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使我的画面 要亮可以亮得起来 但是用花青就亮不起来了 珠标 珠标色 它一个是很红 颜色很红 我也不用则色色 我是用珠标色来代替则色色 比方说 珠标 调 三绿 藤瓜 就可以变为则色色 白色 一般中国话 是不怎么用白色 但是我这里有 试入 画面上 需要一点白色 来调裹它 现在颜色 我已经挤到 那种盘子里了 另外就是纸头 我用的纸跟别的也不一样 因为我的画面轰染的比较多 一般是用夹圈 夹圈就是画出来以后的话 一个是我觉得它线条能够定得住 线条在纸上画出来的感觉是蛮好的 另外在轰染的时候 打湿的时候 因为我要下面的时候等会轰化 因为我画好了以后 我要全部打湿 全部打湿以后 在轰匀的时候 如果纸头太薄 画出来的效果的话 就不好 而且容易坏掉 所以夹圈它能够把这个颜色 能够吃住 定下 我感觉蛮好的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开始画了 首先第一 我要调墨 我画画呢 低笔起笔 我是用墨都用的比较多的 比较深的 基本上从笔根到笔尖 你看 这里都是用上了 一定是 站得很饱满 刮笔的时候 顺着笔 刮下来 把笔要怎么 要刮扁